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一张出造悟空啦 大家都知道啦 九周年SPACIAL版本 最佳卡机 以前就有在说 第三弹会不会突然间最佳卡机出来 我们一直都说 没可能的事情啦 周年庆 就那四个卡机 不可能有第五个卡机的 国际版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刻 这边 就来了嘛 第五个卡机 靠位 真的是严败的事 那么 已经确定讨论推出了 那么大家在意的就是 卡机开启时间啦 那么在今天下午啦 不管是Facebook 还是Twitter上面啦 都已经把他们的能力情报已经发布了 除造机翼 再加上DISPO 那么依照过往的情况啦 一般的状态下 能力情报发布之后的两天 卡机就会开上来 现在8月3号嘛 两天之后就是8月5号 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 预计啦 卡机就会开上来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国际版它的 突然间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改变 都很常有的事情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8月5号是预计啦 不过蛮大的概率啦 OK 卡机的时间 那么卡机的时间有了之后 大家在意的另一个点就是注目角色上面啦 然后其实看到留言处很多人在想说 Bissoko Han 跟布洛丽会不会复刻在上面 这边的话啦 气息的卡机其实有两种类 一个就是专属 除造悟空自己的Dokkan Fest卡机 跟一个是气息的全明星卡机 然后气息的全明星卡机 才会复刻周年庆的角色 那么这一次 其实记忆的卡机啦 绝对不可能会是全明星卡机啦 因为全明星卡机在国际版来讲 当没过往啦 对应的都是圣诞节上面的活动 所以不会这么早的开上来 而是出造自己个人的Dokkan Fest卡机啦 那么目前卡机的内容屋 会不会跟着字版的那个卡机注目走 目前还不知道 因为毕竟是第三弹活动 而且卡机注目上面啦 跟国际版现在开出来的卡机 有很多重叠的角色 这方面也让我觉得可能性 会跟日版的一样是比较小的啦 那么不管怎么样子啦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日版当初气息 就是啊 这个粗造的Dokkan Fest卡机上面的注目角色 是总共有十张啦 两张新卡是肯定的嘛 纪悟空 X4 然后其中的话 这个大王是属于日版当初初复刻的 可是国际版来讲 它在九周年之前才刚刚开上来嘛 所以如果是以这个卡机来讲的话 这边的大王应该是会被替换掉 成为那个Loset 应该会是这样子 因为Loset在国际版推出也蛮久了 也还没有做到初复刻 所以这个替换掉的可能性会是蛮大的 然后再来的话 会有这个六周年的两张 六周年的两张是Visto Gohan的卡机里面会有 然后这个饭田兄弟也是Visto Gohan的卡机内有 然后还有就是提兰双人也是在九周年庆的那个布罗利卡机内会有 所以这边总共有四张啦 是跟周年庆的卡机重叠到了 所以这也是我在刚才讲到的 可能性会跟日版长一样的会比较低 因为一个活动里面 注目大家都不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如果有重叠到大概会替换掉了 这个要等到实际卡机开上来 我们才可以考量 但是这个 气息这个全力超市悟空在卡机内 应该是蛮有可能性的啦 因为毕竟 就复刻的日期差不多嘛 所以这个全力超市悟空会在里面 可是全力超市悟空 我看大家现在对他的爱已经是没有什么了吧 虽然说有足够的帅气 但是实力不足 要带出来使用也比较辛苦一点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两张优傲卡 Gelan 还有这个戒王全悟空 Gelan跟戒王全悟空感觉还是蛮有可能性的 OK 这个就是日版当初的注目会长的这个样式啦 不过就刚才讲到的 会完全造超到完的可能性不大啦 因为毕竟前面Bissoko Han的卡机还开着 布罗利的卡机也还开着 所以这边走下去四张同样的角色在里面 就有一点点的小过分啦 所以我想可能啦 会比照当初 国际版先行 Lose的时候的那种类卡机 可能就是把 跟记忆相关可以组进记忆队伍里面的一些 没有在九周年卡机的注目里面的角色塞一塞进去吧 大概啦 我自己猜测啦 然后优惠上面的话 应该要给到足才对啦 可能给回第一弹活动那种 255颗 龙石 然后70年筹再加上保底注目 有保底注目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毕竟真的是 不中注目的时候 你怎样筹都是不中的 那个是还蛮坏心情的 所以有一张保底可以拨一下机会也还不错 那么在这样子的 这样法来讲的话 就真的是一定要给啦 毕竟这个活动你贴的这么紧 你还不给玩家一点优惠 然后龙石补偿一点的话 真的是说不过去啦 不要只是意味的压榨玩家嘛 玩家已经是快要收不了了 你这个联系三个卡机 After that 还有全球活动 真的是哑败 对了讲到卡机方面 刚才忘记讲的就是 因为现在的这个出造悟空 它是被计算在九周年的特别活动里面 因为之前 上一次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是讲说 会取代掉TOPO的卡机嘛 可是 现在这样看下来的话 其实TOPO的卡机到时候 下个星期 就是 后个星期十二或十三号的时候 应该还是会按照关键这样子 从真实这样这样发布出来 所以 这个更加需要给国际版一点 更多的优惠才对啦 就看阿松会不会给吧 不然真的是太过分了 真的是觉得太过分了 真的是觉得太过分了 联系这样把这些重磅的角色靠出来 OK 那么讲了这么多这一些 再来的话就想说 这一张出造极 然后是否一定要去抽吗 因为就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吧 这个时间点 很多人就讲说 要抽 有些人讲没有必要去抽 这其实没有必要去抽这个点 也是有它的原因啦 对我们就可能稍微小小的来聊一下下吧 这边 要抽的理由其实就很简单 对于这张角色我很喜欢 所以我就抽 而且是 2018年那一张出造悟空 自属之急那一张到现在的话 再来一次的急悟空 变身版 高清变身版 这个就大家等了很久 卡面够帅 然后动画够帅 其实蛮多人都很喜欢 实力来讲的话也有足够的强度 毕竟现在也是属于在四天王里面的超强角色嘛 然后再来另一个点就是 它的初复刻时间 要等得非常久 就是在明年318赛亚人日的时候才会 有它的初复刻 要等一个8个月的时间 所以 这个的话 这两个点来讲的话就是讲 嗯 要去抽它的原因啦 当然就是龙石够不够又是另外一个讲法 抽不抽得中又是另外一个讲法啦 嗯 那这边就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啦 毕竟这个游戏来讲的话 很多都是收集项啦 所以会想要抽是很正常的 又这么帅 那么 不抽的理由 然后又是流失给全球活动的理由 当然也是有啦 那首先 只以过关卡来讲的话 因为有些人是讲以实力来看嘛 我们要过关卡吧 所以 以过关卡来讲的话 出造悟空的必要性 我们自己抽到的必要性 其实没有到很大啦 即使是没有抽到 以现在的方式来组队的话啦 都可以全部关卡都通关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借好友的就可以很一夜的去游玩 像是第七宇宙这一轮会极限到完嘛 那么北极大或者 即义悟空带队 然后借好友的出造 那么组一个第七宇宙队 那么就可以很好的全部关卡去通过 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全球活动临近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 在八月尾28号到30号之间 卡机就会开上来 差距大概就是一个不到30天 而且在全球活动 今年来讲的话 通膨一直在走嘛 所以全球活动上面 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通膨 可能全球活动出来的实力 又会超强 让大家很喜欢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 出来的全球活动的角色 平平无奇 就应该说 maintain在一个一定的程度里面 没有到很突出 可是不管怎么个样子 这个是我们未知数的东西 也没办法去想象 因为全球活动老实说 这几年来讲 再落也落不到那期 大部分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 去年其实已经是还蛮 也算是蛮亮眼 虽然说素兰双人 让大家不是很喜欢 可是我自己觉得 他的带队能力真的是很棒 然后卡机的结束时间 肯定是没办法跟全球活动的角色 能力出来之前重叠到 是不会有的 我们最多最多最多 就是知道全球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甚至好一点的话 就知道角色是什么 可是是不可能知道能力 因为能力都是在最尾的几天 像去年来讲 去年的这个八月份 也就是TOPPO卡机那种 那个时间的话 是在25号就结束了 然后卡机是在27号开 所以同变不到 然后能力方面的话 因为也是已经卡机关了 所以这边我没办法去观测得到 所以这边要不要筹 其实就是现在就要来考虑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for 有抽到野兽饭的朋友来讲的话 真的是更加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性 因为就是 以过关卡来讲的话 野兽饭的带队能力其实是足够的 跟这个除灶来讲 其实也差不多 最大的差距大概也就是 那个宇宙生存片 这个可以组不组的进来 像刚才讲到的 MVP17号 金佛17号 能不能组进来罢了 而且有野兽饭的话 要组到这个借好友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 双方都可以互相给予200%的队长 这样子 那么可能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我之前有尝试组了一下 差不多就长的这个样子 假设野兽饭借待队长的话 六周年的两扎 体栏双人 加码12号 当然这个是讲有抽到的情况下 没有抽到的话就把它放掉 剩下两张的话 我们就从里面的角色随便挑 其实对我来讲已经是足够强悍 两张 一张野兽饭 配合 圣兰达 然后另一边的话 就 除兆配合集 当然就是这边后面的两个 互相对调也没有问题 圣兰达配合这个除兆也是OK 反正就是两个一号位 有足够的强悍 然后体栏双人 然后后面的话两张随意什么角色 因为超hero来讲 就宇宙生存片里面的角色 还蛮就是第七宇宙的角色还蛮多 就是有在内了啦 强度上面的话 算是有一个基础来讲的 嗯 那么要不然的话 真的是要组完全的第七宇宙队 我们这个 圣兰达或者就是集义悟空带队 没有问题 这个样子 然后 MVP17号 禁风17号 这样子的话也是OK 然后再来这一张 剩下最后一张要放谁也是可以 Glan也是可以放在队伍里面 因为Glan也是有在一起之力 所以 这样子 算是还蛮恐怖 以这样子的队伍来讲的话 所有的关卡 都是打得过了啦 这边是讲 以实力 或者说 以通关为考量的话 出造物 出造物空 其实是没有到讲 那个100%的 那个必要性啦 就是讲 给大家一个理由 我们不去抽它 这样子吧 然后可以好好的 把龙丝存到全球活动 当然这边就是 给大家一个小小参考啦 对于讲 过关卡来讲的话 是不是到硬硬 非常的必须要这样子 嗯 当然啦 就有些朋友讲说 我要自己抽到 放在自己的队伍里面 我才够爽啊 那个就是 有爱最重要的地方嘛 就抽就是了嘛 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最后的话 可能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这个龙石方面 这个大家也可能会比较关注的 在 在出造出来之前啊 假设讲我们 刚才预计是 8月5号嘛 那么就剩下 3天的时间 在8月5号 红旗会追加关卡 Cellumax 会追加关卡 一个有21颗龙石 一个有37颗龙石 然后 3天的登录赏 然后每日任务 限定的每日任务 这边 再加上昨天才刚刚发上来的 SNS的9颗龙石 那么从现在这个时间点 包括那个SNS龙石 DOTAL是可以拿到84颗啦 老实说这个量真的是 完全不足够 所以官方 会不会有Extra的加开 出造那时候当初开上来的活动 然后大乱战应该也是会 会放上来啦 然后新兰区的话 宇宙生存片 不知道官方也会不会放上来 是希望会有啦 这样子可以拿到更多的龙石啦 然后到了8月8号 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龙石 3张的极限Zack觉醒 然后Zen中还有一个超级英雄的任务 就是一个小小的议程活动 开上来 因为它是需要每天打每天打 然后累积 不容是5到7天之间 可以拿到10颗龙石 然后超级神龙的那个超级感谢 今年的话是普通的神龙 超级感谢 30颗龙石 然后这个30颗龙石这边 一军出来 还会有那个第一弹活动的封面的奖励 这个是当初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介绍错的 这个 果击大根布罗利的这个 这个壁纸 那么这边累积下来到活动结束12号啦 会有一个260颗龙石这么个商下啦 这边就很少 老实说真的是完全不够啦 但是就假设出了255颗龙石70抽的话 可能大家就可以稍微抽个一小轮这样子啦 就希望官方 到时候给的优惠会会好一点吧 这边就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啦 嗯 想说参考价值也不大啦 其实这方面的分析 大家自己也是可以做 只不过就是 要抽或不要抽啦 好啦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